你們就不要提就好 就沒事 這樣 堅強到讓人心疼 圈區2020年9月 歷經了男友小鬼黃紅生促世 現在生活逐漸回到軌道 雖然不知道療傷期會有多久 但一路走來 家人就是他最大的支柱 他們就看我的狀態都是有正常在工作 就沒有多說什麼 事情發生以後 第一次回去的時候 就你知道爸爸是那種 不會表現出來的人 但是他可能就會時不時的說 什麼時候回來 回去就煮很多東西給我吃啊 或是很關心我什麼的 但是不會在言語上面 去詢問你心情還好嗎 或什麼 但是他會就是做更多 平常可能不會那麼頻繁的聯絡 他就會突然 每天都說 啊你今天怎麼樣什麼的 現在比較又回到之前的狀態了 因為他們可能看到我就是 都有在發文啊 有在正常的軌道上 就比較不會那麼擔心 因為我媽有問我 我說你們就不要提就好 就沒事這樣 所以就是不要沒事 一直提到這件事情 之後開始他們就不會 完全不會提 有家人的默默關心 粉絲也給圈圈很大的力量 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因為不是還是有專民罵我嗎 但是就是 還是會有人跟我說 他很他懂我啊或什麼的 對我來講我會覺得說 會不會其實很多人不明白 我在做的每一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就是他們都會資訊我 跟我分享說 喔其實他他可以理解 當你在一個很不好的狀態下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 對很多事情都很敏感 看到很多很多很正面的訊息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喔其實那些事情跟那些人 對我來講是不重要的 也找到很多在這個世界上 跟我是同溫層的人 我完全完全不看 外面的留言 我也不會去找自己的新聞什麼的 我就是就是別人貼給我我會看 但是我不會看下面的留言 我就是看完新聞我就關掉了 朋友就會很熱心的跟你說 欸我看到那個蟲哥 你今天的新聞啊然後什麼的 我說不要跟我講 我不想想聽 人的心還是肉做的 就即便我說我不在意 可是不可能完全不在意 所以我就寧願都不要聽 女粉絲確實是有蠻 蠻多的啦 我覺得他如果是不認識我的人 沒有講話的狀態下 他不會喜歡我 他會覺得我看起來 很像講話很疊 一跟我講話他才發現 喔不是他想像的那樣 從我剛開始加入拉拉隊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不太 我以前更嚴重 我以前是完全不看私訊 然後也有在看留言 但是完全不看私訊 就是有一點活在自己的世界 後來是慢慢開始有在接觸 然後因為那個跳舞的影片 就是知名度比較高以後 不是開始會上通告啊什麼 而且遇到很多人 因為一開始我是完全沒有在 關注這些有的沒有 就是其他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都不知道誰是誰 頂多就是知道名字 也不會知道長相 我以前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的人 後來我就是發現 我好像不能這樣 就因為這樣我就下載了 下載了那個 那個 Eating Today的App 開始慢慢改變自己 需要去接收外界的資訊 這件事情 改變生活 活出新的自己 千千也結交許多演藝圈的好友 我之前真的認真有想過 要就是跟那個小豬他們去爬山 還有李佳穎 所以他們都在分享他們爬山什麼 有一次李佳穎就問我說 要不要跟他去 他就說我跟你講那個怎樣 他就把他講得有點累這樣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有氣喘我沒有辦法 你是真的有氣喘 真的有啦 我真的有 但是沒有到很嚴重 可能感冒到很嚴重的狀態的時候 才會氣喘發作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 幼稚園跟小學出席 是 尤其是幼稚園是很常跑醫院 小學以後因為很喜歡運動 就是很像就是很像小男生就跑來跑去啊 什麼的就變得比較好 然後去學游泳 那妳現在也要帶 我會帶啊 我會帶啊 如果去球場 或是要可能出遠門的時候 我就會帶一個備用 當開季的時候跟快要結束的時候 就變很冷 哦哦 對就空氣很冷的時候 然後如果在上面一直一直跳的話 下去會比較有一點沒有辦法 就是偶爾很少 沒有沒有每一次啦 但是就是我就會備用 有受不了的時候嗎 好像沒有耶 不至於 頂多就是小莉一點